各国压制疫情都积极地展开 最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 不过还是有不少的民众 存在疑虑对于打疫苗果足不全 为了要冲高疫苗的接种率 纷纷拍广告宣导 像是美国就找来了 前总统欧巴马代言 而英国则是请到了 摇滚天王爱尔顿墙 新加坡则是推出了 洗脑歌的广告 呼吁大家别再拖拖拉拉了 赶快去打疫苗 这是新加坡最新推出 鼓励大家打疫苗的广告 歌词简单明了 旋律更是很洗脑 新加坡的疫苗接种率 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八 不但是亚洲国家第一名 在全球也高居第五 成绩非常亮眼 新加坡当局仍然挖空心思 拍广告宣传 就是希望加快跟拉高接种比例 尽快达成群体免疫 各国现在进入施打疫苗 科技防疫的阶段 纷纷拍广告 呼吁大家快打疫苗 英国请出演义名人宣传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也出马代言 都希望大家配合乖乖打疫苗 让全球这一波疫情赶快过去 大家才能重回正常生活 杨郑平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